这个配方我在茶楼洗了三天碗,偷吃回来的 帮你们试过,可以说是零失败 你们可以收藏慢慢看,过年做给家人吃 全部材料在小时,配给我写在评论推 开了马蹄粉,搅拌干均最好过西夏 平均分成两份,先来做黄色的部分 500毫升水,加入4片片糖煮溶 关火,加入搅拌粉浆 快速搅拌,加了3汤匙 粉浆变浓稠,好像蜂蜜,这样就可以了 将剩下的粉浆倒进去 椰浆煮沸后关火,加入1汤匙的粉浆 大概变成酸奶状 将剩下的粉浆倒进去 有颜色的生熟浆就完成了 锅里放多一点水,拆些油防面,煎来蒸黄色的部分 每一层倒的粉浆数量一样,蒸出来就会均匀好看 每一层大概蒸2-3分钟 最后一层我加入少许桂花来做装饰 不要心急,一定要彻底冷却后再切 飘潭清爽,家人都很喜欢吃